今天已經是大年初始了 然後這幾天過年呢 每天晚上都跟家人一起吃飯、喝酒 隔天真的頭宿醉 頭痛到不行 所以今天我就決定來實測一下 到底宿醉跑步 跟一般正常沒有宿醉的狀態下跑步 到底差多少呢 那開始之前 先讓你們看一下我昨天喝酒的畫面吧 今天要挑戰 野哥 喝 台灣啤酒 我們就來實測一下 到底在過年這段期間 每天都這樣一直喝喝到隔天都 睡著爬不起來的樣子 跑步到底會不會有影響嗎 對 對 就像你們看到這樣 在過年期間每天大家都一起吃飯、喝酒、聊天很開心 然後一不小心就會喝太多 隔天起來就會宿醉 頭超痛 好想吐喔 為什麼要做這個七話 快要不行了 在開始跑之前呢 再讓你們看一下 我在正常狀態下跑步的樣子 大概是長這樣 今天已經是農曆初五了 然後我今天特別回來到我的高中 成德高中 就是我的母校 超級漂亮 我高中三年都在這邊跑超多距離的 然後今天就要來實測一下 到底今天已經沒有宿醉的狀態 跑一千六 會不會進步呢 繼續熱身吧 好熱 熱差不多了 其實今天天氣超級冷 今天是初五 大概只有13度而已吧 馬上來實測吧 我的沒有速度最正常碼一千六 現在這個過年吃胖三公斤的狀態可以跑多少 Let's go 出發 沒有速度就跑起來 腳比較不軟了 記得我昨天跑的時候 一直在軟腳 這一次 這一次 這一次跑跟我一樣快 好 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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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進步了 我今天 剛大概用一圈83秒配 我的成績跑 5分33 春跑6分08 你們先看一下 我宿醉跑步的慘況吧 我今天就要來實測一下 我今天現在頭很痛的狀態下 到底實際跑起來 差了多少吧 我只希望我可以 不要吐出來 光是熱身我就很想吐 我現在頭好痛 為什麼要那麼虐人的這個企劃 太折磨自己了吧 好啦 我們就 開始挑戰吧 我準備開始挑戰我的1600公尺了 準備 3 2 1 GO 好痛喔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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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1 2 2 1 2 2 2 1 3 4 4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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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 2 2 3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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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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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績 是沒有差太多 但是 唉 我的腳好軟 好軟 軟腳耶 而且我現在頭好痛 咳 好以上就是這次過年期間的特別企劃啦 因為這個突發騎想的點子覺得每天大家過年可能都大魚大肉 所以來實測一下到底 宿醉跑步適不適合你在訓練當中來參與 所以答案就是不是啊 所以如果你正在走週期划訓練啊 然後你又有這樣應酬的需求 我建議你那一天就直接不要跑課表 用30分鐘到一個小時的輕鬆慢跑來代替 這樣你身體的恢復狀態會比較好 也不會讓你跑得非常痛苦 可能在你跑得不好的情況下 導致你身體受傷的情況出現 好啦 所以 就是建議大家 喝酒 不開車開車不開酒 宿醉也記得 不要跑課表 繼續跑30分鐘慢跑 來輕鬆帶一切切就好 我是你的家楊哲瑞 祝大家新年快樂 下一集見 掰掰